他上台做报告 他就问我说 妈妈原住民是哪里来的 我说我们就是台湾的原住民 他说不对 老师说我们是早于汉人来的民族 针对原住民族来源说 无论是从中国迁徙而来 或是另一项较为原住民族社会 接受的来自南太平洋岛屿说法 其实早在学界上有一定争论 然而日前有位原民家长 在脸书指出 小学四年级的孩子 面对这道题目 回应老师 原住民的祖先就在台湾 却遭老师反驳 其实原住民的祖先 是比汉人更早来自中国的民族 而这段贴文在一戏间 引来不少原民家长在底下留言 遭受过类似经验 由于该名老师的回应 过于偏向单一解答 且直接否定了 其他攸关原住民族历史渊源的可能性 因此有学者提醒 一线教师因抛开独断思维 尊重不同族群的看似观点 如果有一些议题 它是有不同答案的 那你身为一个老师 那你应该要跟学生讲说 台湾中文族的来源说 可能有两种 他要很公平的把两种说法 都让学生知道 那学生到底相信什么呢 那就是老师的第二个能力 就是你要尊重可能有一些学生 会提出来给你不一样的这个答案 除了老师的教学方式引发争议外 翻开课堂中使用的 康轩版九年一贯 国小社会科课本 内文却将台湾原住民族分类 停留在早期 平谱族群与高山族的分法 同样遭到族人批评 这样的介绍已经不合时宜 后续我会做几个方向的处理 第一个就是跟校方跟老师 我们会好好的做一个良善的沟通 我希望我的孩子在学校 不要被异类的对待 第二个部分 我希望康轩能够尽快的 跟我挪一个时间 我们也是要坐下来 做一个协调会 让他们能够真正去了解 这件事情对我们台湾原住民 到底是多么伤害的一件事情 事后康轩出版社回应 这段内文是取自 圆明会官方网站资讯 并且有在下方补充 原住民族目前官方认定的状况 不过针对家长反应 会纳入在重要的参考意见当中 至于校方也在11号上午回应 将回归教育本职 择日邀请老师与家长 面对面沟通 化解歧见 原始新闻 即华西迈布拉利亚 台北市采访报道